楊明和女朋友莊施明 今天剛剛結束了他們為期十天的日本之旅 回到香港 現在新型冠狀肺炎試虐 莊施明就說自己搭飛機的時候都做足準備 自己就戴口罩 和盡量不飲不吃 去洗手間 他們本身是打算好好玩一下 但是疫情嚴重 整個行程都變成找口罩 本身是想著旅遊 但是現在這十多天 重心都是去找口罩 變成商品是去找口罩 我自己就沒有團職 只不過就買了一些給公司 買了一些給店舖 因為店舖上下下 每天都可能用幾十個 所以一定要有一些充足的課員在公司 我們都盡量預多些口罩給他們 那他們除了自己吃飯之外 都會全程都會戴口罩 有些洗手液等等 那不知道陽明燉湯店的生意 有沒有受到影響呢 店舖生意都是 現在香港市面上都值了很多 有很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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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少了人 人很少在街上走 或者吃東西 所以都有一些影響 很幸運 還可以 頂到一下 有沒有錢賺 應該都是其次 還頂到 生意都還可以 因為有很多市民支持 都還可以慢慢頂住 盡量收緊開支 希望 你有沒有感錯 結束期間分店 暫時沒有這個想法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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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